好這是端午節限定 在民間習俗傳出這端午節的五十水 陽氣季勝可以周才避邪 因此間一大早不少民眾是前往這個雲林斗六的南盛宮來排隊領取 但是其實端午節也有禁忌 民俗專家要告訴你有句話 千萬不能說 拿著寶特瓶 民眾一個接著一個排隊 在端午節之天特別來接斗六南盛宮的限定五十水 小朋友打開瓶蓋 咕嚕嚕大口喝下 五十水指的是在端午節這天 上午十一點到下午一點 據傳是一年當中 陽氣最盛的天然水 民間習俗認為有避邪或是求財等功效 但是端午節這天有個小禁忌 就是不能講端午節快樂 專家說端午節是古人屈原 曹兒頭交悲壯犧牲的日子 在這天只能說平安吉祥 另外端午節 立誕求好運 讓不少小朋友躍躍於世 成功立誕 廟方另外也提供免費胡仔香 只要出示疫苗小黃卡 小學生只要打滿一劑就能直接拿回家 疫情期間 民眾排隊拿五十水 回家消災缺血 同時也希望疫情盡快平息 舊方忠誠 雲林報導 大堂 大堂 大堂